不足位,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 中国再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而这个改革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层面 正如温家宝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十年来,这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向公民权利全面生长的时代 当然,这其中也肯定包括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利 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再是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 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城乡同权同票新时代 2012年2月29日下午2点 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 村委会竞选演讲正在激烈地进行 24名自建参选人陆续登台 向村民发布自己的施政主张 我能说到的,我就坚决能说到 真的,也不是说书面上说说的,然后就不管它了 因为你说出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 2012年3月3日,乌坎村委会选举结果最终出入 这是中迈瞩目的一次选举,把村民自治落到了时处 公平公众公开的氛围之下来行使这个公民的权力 这是党,就是我们人民,乌坎人民,绝大部分 我们希望看到的产生 人民日报也刊发评论 命要危辞,不要危机 文章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 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 改革越是向前推进 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 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 困浪的阻力也就越大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 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十年过去,未来可及 中国梦不仅属于国家,也属于每个人 站在十年这个路口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这个时代的指针正指向前方